枕边经典 大家课后不要放弃文学 文学是人学 至少每天要看书 开始读书要浅 浅到刚开始就可以居高临下 一上来听伯拉姆斯第一脚响乐 你会淹死 一开始听圣母送军队进行曲 很好 我小时候听这些 后来到杭州听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 居然完全不懂 对西方一开始从基督教着手 要从完全看得懂的书着手 还得有选择 至少到六十岁以后 才能什么书拉起来看 因为触动你去思考 磨砺你的辨别力 成立你自己的体系 你们现在还不到这个境界 以俄罗斯为例 可以先是高尔基 然后契赫福 托斯托耶夫斯基 我不是推销文学 是为了人生的必备的武器和良药 大家要有一把手枪 也要有一把人身 最好是手枪排人身 人身排手枪 这样嘛 才能大气 中气 小气 也要完成 文学是人学 学了三年五年 还不明人性 谈不上爱人 文学背后有两个基因 爱和恨 各位都有爱有恨 苦于用不上 不会用 请靠文学吧 文学会帮助你爱 帮助你恨 直到你成为一个文学家 生活是好玩的 安德烈记得说 人应该是是怀有一种死的恳切 为人知道 第一念就是明白 人是要死的 生活是什么 生活是死前的一段过程 凭这个 凭这样一念 就产生了宗教 哲学 文化 艺术 可是宗教 哲学 文化 艺术 又是要死的 太阳将会冷却 地球在太阳系毁灭之前 就要出现冰河期 人类无法生存 可是末日看来还远 教堂 博物馆 美术馆 图书馆 煞有介事 庄严肃母 细在 金在 永在的样子 其实 都是毁灭前的景观 我是怀着悲伤的眼光 看着不知悲伤的事物 连情感 爱 也不在乎了 爱也好 不爱也好 对我好也好 不好也好 这一点 代价付过了 唯有这样 才能快乐起来 世界当一个球 可以玩 奉劝诸位 除了灾难 病痛 时时刻刻 要快乐 尤其是眼睛的快乐 要看到一切快乐的事物 耳朵是听不到快乐的 眼睛可以 你到乡村 风在吹 水在流 那是快乐 艺术是要有所牺牲的 我同佛楼拜的接触 直到读到他的书信 李建武写过 《佛楼拜评传》 谢谢他 他引了很多资料 才切身感受到 佛楼拜的教育 那年我退还了 杭州教师的聘书 《上墨干山》 这是在听 佛楼拜的话呀 他说 如果你以艺术决定一生 你就不能像普通人 那样生活了 常人的生活 温暖 安定 丰富 与我的艺术有害 我不要 换作凄轻 孤独 单调的生活 我故人挑了书 电唱机 画画工具 走上墨干山 那时山上没有公车的 关起来读书写书 书桌上贴着字条 是佛楼拜说的话 艺术广大一级 足以占有一个人 长期写下去 很多现在的观点 都是那时形成的 让你的艺术 教育你 用佛楼拜这句话 意思是 我甘愿 为艺术占有 没有意义 回顾这些往事 是说 艺术家 一定要承担一些牺牲 来美国十一年半 我眼睁睁看了 许多人跌下去 就是不肯牺牲 世俗的虚荣心 和生活的实力心 既虚荣入骨 又实力成辟 算盘打得太精 高雅 低俗两不误 艺术人生双丰收 我叫好 叫的是贺道财 生活里 没有这样便宜 也许你要问 为什么艺术家 一定要有所牺牲呢 我可以彻底地说 艺术本来也只是一个梦 不过比全世的梦 财富的梦 情欲的梦 更美一些 更持久一些 艺术是个最好的梦 我们有共享的心理诉求 全世 财富 情欲 只有炫耀 不能共享 艺术是可以共享的 天性优美 才华高超 可以放在政治上 商业上 爱情上 但都会失败 失算 过气 放在艺术上 最好 如果你真能被艺术占有 你哪有时间和心思 去和别人归婚 否则生活就不好玩了 因为你还在艺术的边缘 甚至边外 艺术没有占有你 你也没有占有艺术 所以你的生活不会很快乐 甚至很烦恼 怎么办呢 好办 再回到前面讲的 人活着 时时要有死的恳切 死了 这一切又为何呢 那么 我活着 就知道 该如何了 好了 今晚的文章分享 就是这样了 有人说 开心时独木心 失忆时独木心 彷徨时独木心 决断时独木心 写文章 看木心 听音乐 询木心 赏绘画 找木心 那木心不是全才 木心是全人 希望您喜欢 我今天的分享 如果您想听到 泥巴和英游的 更多节目 也可以关注到 我们的另一个 微信公众号 去听 相聚的聚 听见的听 就可以搜索到我们 每晚9点30分 泥巴和英游的声音 陪你重温经典 祝您好梦 晚安 记得早前少年时大家诚诚恳恳恳说一句是一句 清早上火车站 长街黑暗无心人 从前的车站 从前的日色变得满 从前的日色变得满 车啊 从前的日色变得满 车前射得满 车里浅を如猫腹 车 Kita抖 业烦灰 车站得满 车站 Lect follow Stefan 人家就懂了 人家就懂了